由台东爱新第二春文教基金会辅导的 30位偏乡国小毕业生 入民酒店9号特别招待他们 搭乘热气球细流的活动 作为学生们的毕业典礼 同时也希望他们迈入人生的新阶段 未来能够像热气球一样染染上升 开创缤纷的美丽人生 热气球缓缓上升 来自偏乡的30位国小毕业生 也将宣告迈入新的人生阶段 乘着希望飞向梦想 很多孩子在我们的不救教学班 已经上了两年三年 表现得非常的好 在英文跟数学成绩上面进步很多 所以他们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要进入国中 我们希望送给他们一项大礼 让他们可以做热气球细流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那也给他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好像一个梦想跟希望一起高飞 这样的一个祝福 爱新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在花东地区 针对课业落后的国中小学生 共700多人推动补救教学及半读 今年台东地区的30位国小学生即将毕业 为了让他们有不一样的毕业方式 陆明酒店也特别招待他们搭乘热气球 由于是第一次搭乘 大家兴奋之余脸上的神情也难言紧张 我们陆明也是在地的台东企业 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就是也没有搭过热气球耶 像热气球是台东的这个吉祥物啊 然后也是每个客人来台东都一定要玩的活动 然后小朋友居然都没有搭过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爱机会的那个舒子营长的邀请 那就是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啊 就是给予赞助 然后也让小朋友不同的体验 看到什么景色 还有山啊 山哦 还有人啊 人哦 啊平常的时候 平常你们在附近有看过热气球吗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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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今天终于搭到感觉怎么样 很棒 啊 对 你当什么 你是怕掉下来吗 是 会不会怕飞不上去 怕 怕飞不上去吗 没有 在搭完热气球 并从爱机会老师手中接过结业证书后 也宣告30位毕业生正式迈入新的人生阶段 老师们虽然不舍 但仍希望学生们在人生的旅途中 能飞得更高 更远 记得潘俊伟路也相报导 对 不要 辛苦了 渡 归 闹 谢谢观看